我的快乐言传就是看那个微博私信 爷们儿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但是又憋了好久 你真的长得和我爸爸一模一样 尤其是我爸年轻的时候 看见你第一眼 我一身爸差点叫冲 爷们儿 听那些有问人士说 有时候该买忙碌一天真的很累 但回到家听孩子很吃饭 就觉得一天的疲劳都是值得的 我今天累了 你能喝我吃饭 就难洗你的第一天 就难想嫁给你的第二天 久难想嫁给你的第三天 久难想嫁给你的四天 久难 我久难忘了 拜拜 这是每天零晨三点半 只值得我发私信的 久难起来上厕所 久难起来上厕所 你起来上厕所 别问人家 就把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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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剑 你怎么去剑 我去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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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男儿 爱你 爱西亚 哎呦 我又不怕 我又不敢给你人家发了 对 中国话 该谁学的 自己学的 自学 我现在说话 你听不清楚吗 那我要快点问 你说你听不见了吗 废话 哈哈哈哈 电视频 厉害 uvre 哈哈哈哈 Kun visually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罪 你换比不上